因洗钱案入狱服刑的前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之子 前高雄市议员陈志忠 12日被周刊爆料 在狱中享有助单人间 有手持是电视可看等特权 态度还相当的嚣张 相关报道引发网友热议 更有人炮轰 陈志忠坐牢不反省 应该再多关几年 一名刚出狱的陈志忠的前狱友爆料 陈不止在监狱的爆满情况下 主单人间还享有监狱吸收人 无法有的手持是电视于户外放风 此外陈的态度嚣张 时常把我当议员 我爸是陈水扁等话挂在嘴边 感觉十分高傲 而针对爆料 预方回应 陈志忠身份特殊 因此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安排 并非特权 对此许多的网友在相关的报道与社交平台留言痛批 民进党的第二代怎么都是这个样 扶不起的阿道 全家都是贼 长到这么大了 还是个霸宝吗 坐牢也不反省 应该再多关几年 再来